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我现在是在曼松 今天曼松的茶农说有两三锅王子山小树鲜叶 所以上来看一下,顺便喝泡茶 这个是今天采的鲜叶啊? 小树 小树啊,小树啊 这个是王子山的还是家编的? 多下月的王子山的没拿过的 哦,王子山的还没拿回来 也采了今天啊? 也采了,也采了 这些是王子山的? 现在只有小树吗? 现在只有小树,古树都要花样 喝一泡王子山小树 干啥现在都一样吗? 古树,春茶 差不多就五六公斤左右 干啥 干啥 那你还是多的吗? 古树吗? 不算多,他们家是有十 二十多克 到一克树就缠了 少了一克树才能缠小树 我春茶的有五六公斤可多了吗? 不,不算多的应该十多公斤 二十公斤都有 早上的时候露水中不中的? 早上还中的 那早上露水 对啊,早上露水还中到 那基本上 钉都钉完了吗? 没钉我呢,到时候抗烟了 头彩的难堪一点 嗯 过段时间的它就是小小的细细的 下一批就好了 对 头彩的它有一些 发了时间久 发时间久就看起来 调手就比较粗壮一些 不余吗? 这一个 香气可以啊 在冲泡的时候这个香气都已经 就是好像地步的好像有点 当了 淡是吧 是你们家分几个品类啊? 我们研究 古书跟小树 买分的 有种是大树调彩的那种 大树 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要看人家有需要的话才会调嘛 就去调的彩 你这种分的是对的 对 只有一个古树一个小树 分那些大树卖大树的那都是 卖大树的那个是 你要的话就采不上 就跟小树一起采在一起了 只是都是小树也是一起的吗? 只是树 只是树大一点 对 然后那种他们拿出去去卖 卖两万多的卖松古树 就这 尤其是 两三万对 两三万左右的就这种了 那个就骗人了 都是一样的 都是小叶的吗? 都是小叶的 他王子山上面有一些种的也有大树 有有 有些外面营种的有 嗯 甜 香味挺好 这个就是没有那种枯萎的 它有那种奶香味 它古树的话它就水更稀更油 更甜 更稀 这种就是 这样发现王子山上面的 都是这么多冬天采采回来的 嗯 少一点 就是现在冰地里面要采采的 还是有点差弃哦 差弃可以哦 挺明昂的更康 挺明昂的更康 这些是今天的曼松小树仙叶 有两波鸡是 寨子边的小树 有14公斤王子山的小树 这个就是曼松王子山的小树仙叶 像这些小树都是小椰种的 现在开始烧火准备杀青 这边曼松的茶也是5公斤茶一锅吗 嗯 差不多5公斤 足够了 啊 开始杀青了 学习一下曼松王子山的茶叶怎么杀青 小椰种的茶比大椰种的茶更难杀青 好像这个茶也不会特别的干啊 我觉得看的好处啊 像去年的有一些茶叶还是偏干一点 去年年前的时候这边也是下了雨吧 啊 对 每个天气都不一样的手法啊 对 看着没手会啊 还是有手法上的不一样的 就跟 就跟炒菜一样的啊 你看着好像都是那些程序啊 每个月炒菜都预言我了 对 它根据叶子的情况来办呢 对 那什么时候该抖 什么时候该焖 都不都有 不一样的 像这个一般炒多久啊 一般就二十多分钟炒四分钟 不过也得看鲜叶的尾雕情况 还有这个 对 主要说还是看茶制茶 最多的时候一个 一天炒二十锅 对 像你这种炒出来的话 它这个鲜爽度保留得很好 像这个万宋它就不需要 过多的去焖炒 不需要焖炒 正常炒就行啊 今天走下去的时候又给它等下来 对 今天走下去到现在 你都 太高就不行 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清味 肯定是没一个 嗯 香味 香味 没有清味 要炒到有蜜香才出锅 炒到蜜香 对 这个多浓啊 这个粉香 粉香 粉香 我叫蜜香 香味 泡出来那种叫做奶香 奶香就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们叫蜜香 我只能是没发现 然后到底是长得一样的 对 每个人喝进去的 香味 对 茶叶 特别是普洋茶的这种香气 是最难形容的 只能说一个大概 花香 蜜香 果香 对 60 60左右 对 如果低60 它就会实现 它叫做红红那种红红 就不能低60 它身份就明显了 烟麦温度长时间低 它就会好 你不长时间 下锅那肯定是烟麦温度是不高的 但是让它迅速达到60多度70度 它就不会好 但你揉的时候 我是高温气度 绝对是滚烫 高温度是会滚烫 对 对 茶叶已经撒清好了 第一锅 现在还有两锅茶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